陸續抵達的各位貴賓 歡迎各位大家光臨 寒暄聊天左右掌網 李梅真跟李博藝 兩人同場現身 眼神互動零交流 我們現場所有的貴賓 大家都是笑咪咪 今天齊聚一台 選前倒數 國民黨高雄黨部開記者會 控訴李博藝招待所喝酒 徹業未歸 深夜約未成年少女 到招待所喝酒 徹業未歸是很嚴重的指控 希望李博藝勇敢誠實的面對 畢竟選舉是一時的 以後還有很長的人生 誠實面對真的比較好 捏造這些不實的隱音 以及訊息 我正式來提出告訴你 也呼籲國民黨最後的關頭 提出你的政見 光明磊落的選舉 不要用這種暗黑抹黑的手段 選民一定會唾棄國民黨 這種行為 李博藝嚴正駁斥 10號上午在律師陪同下 前往雄簡安林 反批李梅真選情告急 出奧波一定會捍衛聲譽 提高到底 有人說其邁很拼 三更半夜還在打電話 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 我再怎麼拼 如果沒有蔡英文總統的支持 和八席的立委 在國會替高雄顧預算 那也是做白鋼 左南區立委藍綠激戰 這一區也被民進黨譽為 八仙過海關鍵一席 高雄市長陳其邁 臉書PO文 說選舉不是實驗 不能重來 不要讓一起打拼 這條高雄路停止 深夜向市民 溫情喊話催飄 三連新聞連貫注